91歲的楊教授 依然一星期五天 穿梭馬里醫院和港大醫學院 體靜教書,作育英才 他的堅持,全因為讀書時 遇到很多處處以病人福祉 為醫歸的好老師 教授,這裡是教過你的老師 在醫學院,是嗎 由醫學起手,Professor Lindsay Wright 他很有名,因為他當了香港大學校長 同時他對香港1945年很大功勞 歸回英國的時候 厲害 這位是我的老師,Gordon King Gordon King是苦科教授 他也是戰前,已經在這裡 這些教授,我入大學時都沒聽過 不過有一位教授 我入大學時已經聽過 Professor McFarden 對… 很厲害 他當時很厲害 McFarden是我的恩師 是你恩師? 對,我以後… 我一直在學習、熱情 做服務社會,全部由他來 教授,剛才你提過 McFarden是你的恩師 他如何影響你整個… 做醫生、做教授、做院長 做校長的過程 第一,他很勤勵 他平時…現在人們每個都說 上班 一個星期五天,他不是的 他一個星期六天半 我們就要跟著他 星期六天上午也要回來看病人 跟我們聊天,談論研究 所以很勤勵 第二,他很有好奇心 對研究很有興趣 所以就告訴我們 你不能說經歷的事情 永遠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醫學上 他要我們每個一組 畢業一年 應該去參加研究工作 是 第三,當然他對病人也不知不錯 那時候有很多腸熱病 有一次他有個病人有腸熱病 就等進醫院,就等不及接十字車 他自己去病人家裡 就抱病人進去車 送病人進醫院 他自己也感染了腸熱病 處處都是為病人著想的 你讀書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先生是反面教材 因為花蓮教授這麼好 這麼聰明,這麼有同理心的教授 有沒有遇到一些反面教材的老師 有一個老師在西螢盤 教我眼科 有一天,有個病人不太聽他的話 他一巴掌他病人 我很生氣,我立刻離場 我想我應該當時去告他才對 立刻離場,抗議也不夠 由此我覺得對病人應該有點耐性 因為病人有時長氣 說了一些話,或是跟他很同樣 他病人,沒辦法 你明白他的處境 所以以後我試過幾個情形 病人令我很生氣 不聽我的話 我就說對不起 我先起床一會 我出去走一大跨 我自己的氣就相信了 先消氣,回來找他 一定要罵病人,一定要跟病人發脾氣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醫生 原來做醫生除了醫學徵戰之外 還要懂得如何處理病人 以及要明白病人的處境 真的是一個大的學問 你曾經教過書,你有行醫 我知道你還在醫院做醫生 另外你做過行政的工作 三件事,哪一件最難呢? 以你意見 我想最難就是行政 因為行政要看得很全面 要關顧很多事 又跟別人交流 同時就要很多取捨 哪一件是…避重就流行 很多時候會這樣 所以我想最難就是行政 最喜歡實在是做研究 因為如果你研究發現了一些東西 你會很開心 尤其是你可以有機會 將自己發現的東西公諸於世 即公布或在外國演講 你只要有成功感是很好的 但這就是最難做的 你這麼多門生 你當然不記得那個數目 但是從你的記憶之中 最有名的門生是哪幾位呢? 香港當然有很多 有好幾個做了教授 或者做了很多公職 是在香港會出名的 但是我最印象深的 就是早期在… 尤其去了美國有兩位 一個就是簡月威博士 他幾乎拿到諾貝爾獎了 他現在應該退到優 因為他發現了… 很初期現在經常說 科學自主教學生 研究了中國一種叫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貧血以為以地中海產生 實在是中國很多… 地中海貧血 第二個項目在肝病然後 取得很出色的成就 就是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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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奈貝爾 尤其是尤其是呤其餘 尤其是尤其是重 religious가� stream 那教授的專長在哪方面 教授的專長是肝炎 大家都覺得賣賣告白 月形肝炎在中國是很普遍的 以前大約百分之十的人 是月形肝炎的帶菌者 月形肝炎以前是不能治療的 所以我行醫時 最難受的是見到年輕人死了 剩下孤兒寡婦 我很忍不住 甚至現在我也要… 現在就很少了 我早期…我還沒退休之前 六零年、七零年代 就看到一些月形肝炎的病人 由肝硬化, 肝生癌症 剩下孤兒寡婦 我就要走開, 我流眼水 完全受不了 現在就不會了 因為1988年 香港已經起手 所有小孩都打完月形肝炎 而且現在羽形肝炎又有藥醫 所以現在有羽形肝炎的人才有得救 所以我經常見到病人就勸他 如果你是羽形肝炎帶菌者 一定要定期是醫生 你說你退休 我覺得你沒退休 沒退休, 但工作量少了很多 聽說你一星期還在做五天工作 比很多人多 但晚上不用工作 晚上可以看電視 看電視